说到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孩子们设施不深 刚刚呢参加工作 走出路的大学的校园 你这秘书会想起我的大学生活来了 我就没上过大学 另一位 刚才这个话说完之后 是员工养活的老板 各位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没有 我们让大自然选一位 来 我给你揽了一工作 咱们挑一人 好 35号 刚才我也仔细听了 刚才这位小妹妹呢 说的是一个个别现象 咱们大多数的老板 包括我们在座这些老板们 都是好老板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呢 我呢 觉得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我觉得是老板养员工 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或者说企业 是老板建立的 老板打下了江山 老板呢 为员工提供了一个职场的平台 为员工提供了一个生产资料 那么员工呢 就会有机会获得了一个工作 那么从而呢 就会挣钱来养家糊口 嗯 我们员工的最基本 最根本的一个需求呢 就是挣钱养家糊口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 谁养我谁的矛盾中呢 老板是占有优势的地位 是处于绝对支配 主导的地位 好 谢谢林先生 谢谢 都不同意了 可以说话 没事 那个 我有点小看法 我觉得 众人失财火炎高 不错 一个人再有能力呢 他就是 他需要 很多人来帮助他 我们的老板固然有能力 他也开拓了这公司 但是公司的发展和前途 还是需要众多的弟兄姊妹 来帮助他 大家说是吗 哎 他说的就比较完美了啊 我认为是 老板养活员工 好 因为我是一个 最基层的老板 我没听明白 什么叫最基层的老板 因为我是做火锅店的 一个小生意 火锅店怎么就基层了呢 我也有一火锅店 因为怎么说 哎 你还别说 还真有道理 我那火锅店的地下一层 因为刚我们这行业 有一个淡季和旺季 不错 淡季的时候 我们每个月 最好是食品 有的时候还是亏本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照样给员工开工资 等到我们旺季的时候 就不开工资了 照样开工资 不但给员工开工资 还给一些福利 就是我感觉 我的个人观点 就是老板养活员工 这位老板说了 火锅店的老板说了 是老板养活员工 不管淡季忘季 我们都要花钱 哦